网友好 今天呢 我再给你解读一下 全国劳动模范 内蒙古 胡河浩特的副局长 李少丽这个 这个事 李少丽这个 在网上被网报 上了热手 这个事简单的看 比较简单 你要一个善良的心 一个共争的心 对吧 以法律 以事实为准生 这个事就很简单 但现在已经节奏抛变了 这个事 我倒过一下 第一个就是 网上啊 曝光了这个李少丽 在这个疫情发布会上的一张照片 而定呢 在外又是四季呢 四千多 又是大波浪头 有人说他又是脸呢 又是说捣执过 真假的 我也看不出来 就意思啊 他这个 这身达板 也由着网友 是要大开口啊 也不知道怎么看见 就说呢 十万七底 就是根据这个 这个照片 那个传到网上以后 很多网民 对这个事 进行了 进行了猜测 合理的想象 加上这个杜撰 加上自己不切合实际的分析 就认为李少丽啊 你这个一个副局长 是吧 你这身行头 这身撞书 这么花这么多钱 这个比较贵一点吧 设施一点吧 肯定不是你自己花钱买的 不是好到来的 是非法得的 说得 就是飞起来飞去 受贿了 就这么个事 现在呢 霍浩特纪委啊 已经 接入调查了 调查到现在 没有结果 李少丽正常的上班正常工作 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 叫一罪从无 你怀疑有问题 没有实施证据 没处理之前 按照没有问题 没有罪来看待 所以有位网友 他不懂啊 我说李少丽没毛病啊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你还等 等不等 这些网友心态 这个犀利变态 就恨不得 你就等啊 等出个纪委 挖出个贪官来 又打了个老虎 李少丽有问题 现在都跟他等 是吧 你不用等啊 现在对他 没采取任何措施和手段 证明人家没毛病 你为什么没对他采取测试手段 因为没有证据啊 没有事实啊 我们这个纪委啊 纪检部门啊 检察委啊 还有法院啊 办事都是讲证据的啊 讲事实的啊 这个不是说 这个大伙 网友跟这个网友一忽悠 一质疑 就得收拾一个人 那不行啊 是吧 处理错了 你还得报赔人家损失啊 有个行政赔偿 还有个那个 你的干部的负责任啊 爱护干部 那么我说了 他这个事就是个 网友的质疑引起的 到现在 这个最后 等着检察 这个等着纪委啊 结果一恐怖 一目了然 一清二楚 所以 那么 正常的质疑 是吧 心理善良 是吧 正能量的质疑 对这个干事业 对这个干工作有好处 能推动事业 前进的工作和事业 有这个处境和有压力 是吧 你比如说头几年呢 山西案件局长杨大财 他在不同的场合 带了三块名表 每个名表都十万往上 就这个几张图 这几张照片被包到网上 这时候大伙就质疑了 这大伙质疑特别有理啊 我质疑在哪 可疑在哪呢 你这个当时一个正挺机 当然不在那头十年八年吧 收入也就不到一万块钱 几个一万块钱 你怎么花好几十万去买表嘛 操练也是高当年 所以这时候可以 他解释不了 你操绿的家庭收入啊 完全那个三万多块钱 完全可以承受 有这个能力 有实力 是吧 那么杨大财 带名表 不同场合 中这个 不同的表 啊 换了三块 你有这个实力吗 你有这个能力吗 没有 所以可以 李少丽这个 不可以 所以网友质疑 没道理 是不是啊 质疑质疑 那有一点 而对杨大财的质疑 那是 那是绝对有改有据 最后杨大财 被这个检察院 纪委检察院 最后处理 这个 以收贿和制裁来源不明 这两项罪 被判刑十四年 当然有钱 他夺了 那个收贿了 这个好几千万 几乎他自个都想不起来 哪个钱是谁送的 所以制裁来源不明 接受不了 而李少丽这个 李少丽两口子 一年年少了二十二半 哪个三百买根 这样 只能承受得了 能办得到 所以你不要去质疑 为什么这么多 网友老是干的 罪都不放呢 实际上 他们的心里 你应该看得到 就是说羡慕嫉妒恨 恨你有 笑你无 你又是这个老美人 又自射 又是副局长 又是带着这个 这个耳顶三万多 又师姐也比较高党 我不弄你弄谁啊 是吧 有找没找 些论也干 是吧 反正现在网络上 也不用负责任 也不实名 你 你真正的这些 网络这些判的 有几个 你敢向 纪检部门 和检察院 实名举过 李少丽 不敢 没有事实 是吧 纠纺过去也行的 所以说啊 这个事就这么个事 那么我现在就断绝 李少丽 没有毛病 主持人对他没有动作 也没请他喝茶 也没月谈 很正常 没有正常 没有事实 没有证明 这个我们国家对这个干部啊 对公务员还比较负责 是吧 要处理一个人 还得这个保护一个干部啊 无给无据的 不能通过往他一炒作 我们就给他弄起来 讲 你收费多少 那个根本 那就不是说 我们组织 应该这么做的 所以这个组织上挺沉重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李少丽那个 在这个新闻法博会上 有没有问题和毛病 有 第一个 这个手指点了稿 就念了 证明他业务俗 是吧 视线这个 对稿件 那个 没怎么看 你应该多看几遍 无论说 眼睛画 你待着画就行 是不是 就不是 出这样的低级这个错误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 李少丽这个状俗 在这样的场合 你那个大拨浪头 带着高党的儿令啊 有个实际 不太适合 不妥啊 这就 这些事 却摆在他 李少丽以后 用到这方面 就改进 是吧 这 这确实是有问题 但是 和网友说 那个社会 这个资产来源不明 等等 和那个是两码事 是吧 严格且讲 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法 这个机关的 这个这个 各项规定 领导干部的规定 也没有明确规定到 这个 带耳顶的多钱以下 或者 实际 应该买 多钱以下 所以我带着一说 李少丽以后啊 你这好东西 下半再带 上半以后啊 耳顶 那个一头二百的 实际呢 弄个地财户 三十五十的 看得也不都眼 你这个大波浪 别弄 人长得就漂亮 你再弄个大波浪 是不是啊 所以别弄了 砸个挖美 这个马尾部便 或者是弄个标头 当然 李少丽 这个干 也不能干 太多时间 那 这个公务员法 规定 这个 付出级 这个 女干部 就是无数 这是一半的规定 特殊规定 除外 但是一半 这特殊规定 也不容易 所以李少丽 要到站了 这个就现在 我看这个李少丽 这个人 特别有水平 有海洋 有城府 确实有数字 网上这么全网 网报的 李少丽 不出声 不解释 不抱怨 不委屈 有多大的事 信底无私 天理观 能耻能做 不能解释 越解释越晚 你解释 往人一起 正好有话罢了 你讲这个 那么讲 你不老实了 你又开始 洗白自己了 为自己辩驳了 就这些课 我都能想出来 如果他一出声 这些都能跟你 现在有万人就着急 就等他说话 你说李就不说话 我 做一个机关的 这个国家公务员 政府机关的副局长 我靠主持 是吧 我相信主持 是吧 主持呢 能那个 兵公 退公信 要以事实 以法律 来对待我 来还给我一个公道 而不是说 我向网友 费了大力气解释 能解释清楚 我没有必要 我李少丽没有 我这个经历 学历 都说是假的 我写个回 录个网络 我没有这个必要 党次不一样 所以李少丽 做的太有水平了 你 你对的一些垃圾人 你不能和他打眼 是不是 这个孔子有个小故事 就是见他们人 说他们话 是不是 这个我就不刀过了 时间别太长了 有一个人他不说 你这个 不走正道的 你应和他讲一些正常的 正确的道理 听不进去 是吧 所以李少丽 沉默实际 李少丽的沉默 胜过了 潜言万语 胜过了 这个 这个 没有用的解释 所以 这个 李少丽 这个 作为全国老母 全国现金公司 在即将退休之前 仍然以勤奋的精神 以敬业的这个精神 以这个 冲突的干劲 战斗在工作岗位上 我为李少丽 点赞